这只猫眼罗应该也是刚刚握进去了 个头应该还不小 真扎实 完了完了完了 它要缩水了 赶紧捏它 爽 就是缩水缩得有点快 特别像现在天气越来越暖和 这个猫眼罗它就比较敏感了 这边还有条巴尔鱼 它都握沙了 因为潮水退下去之后 这边是没水的 只能先握沙 不然的话被那些海鸟盯上 这条短腿就尬了 现在它估计还在一脸懵逼 我让它给大伙表演个才艺 来 出来了 这个小短腿还是比较胆小的 遇到危险之后 就会吐出很多的墨水 但是墨汁一旦吐完之后 整个人就虚了 已经是不想动态了 怪怪 这么冷的天还有两个小卤蛋 这难道就是 九龄后家长带孩子的方法 分道扬镳了 这边还有只海星 这只海星要是再晚发现一点 它就握沙握进去 不过这只海星不能吃啊 它就是长得有点好看 基本上这种海星要么就是丢掉了 要么就是做成标本 不过在这片沙滩 这还是很难见到的 这个还是带走了 回家处理一下 其实海棍实在是太脏了 洗了半天 还给洗破了 这里边内脏差点都出来了 不过还是活着的 它这个地方其实是它的头 这里边全部都是些触角 它晚上都会出来的 这个地方就是专门吸附在石头上面的 长相很奇怪 而且很滑 不过这玩意可是个好的东西啊 这个带回家炒个韭菜 绝了 正好感冒了 回家好好补补 这边还有只海星 这个海星是能吃的 就是有点小 不过长得还挺好看的 咱们吃也只能吃里边的糕 吃完还可以做成标本 这前面还有一个 两只 这个也不错 它这背部的颜色是巨好看的 那种偏紫红色的 现在大海还在一直往下退 又来一个 这个好丑 这不要 这前面应该还有很多 今天这个潮水真的是退得巨远 都看不到大海了